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舆论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女网友向王毅博道歉 一句口嗨惹恼网友 必须严惩不容姑息 反转这么迅速 女网友自导自演的故事没开始就结束了 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岂容你凭空捏造 颠倒是非 在某位网红评论区里留言 捏造是非 造谣自己怀了王一博的孩子后 遭到网友的一顿深挖后 从照片到放出的料 都是假的 引发了大众声讨 更是让乐华在第一时间辟谣了此事 却没曾想 引发了营销 耗的各种转发 原本坐等大瓜落地的时候 没想到 该网友的照片是盗取别人的 甚至连运照都是别人朋友圈里的 这位女网友真的是法王吧 自己自导自演的这场闹剧 没想到会送自己进局子吧 这种行为已经触及法律责任 必须严惩不待 不容姑息了 就在网上都在讨论的时候 他还放出了一张模糊的照片 居然是心想事成的一张网络截图 甚至连水印都没有去干净 遭到网友嘲讽 紧接着 这件事引发了更多人的关注 随后有网友发现 他放出的照片居然是自己运度的照片 随后照片主人上线求助网友举报 口嗨一时爽 打脸够迅速的 法盲真的太恐怖了 不知道这种行为已经严重侵权了吗 更为搞笑的是 这位叫韩韩的网友 本人微博照片也是盗用别人的 照片的主人公发文 是自己高中时期的照片 现在已经报警处理了 各种讯息都是假的 试问网络平台所谓的实名制管理呢 为何可以容忍这种事情发酵 甚至能够成为热搜 占用大众资源 上演这种闹剧 消耗大众 就在一致打假后 这位当事人发文了 内容更是可笑至极 也让广大网友恼怒 说自己是粉丝 因为口嗨 没想到引发这么大的风波 到了自己无法控制的局面 向王一博道歉 并且注销账号 这就结束了 真的可笑 这件事引发了粉圈震动 同时呢 也让王一博的形象造成了损失 结果打着粉丝的旗号 说因为口嗨引发风波 你倒是轻描淡写的 结果被带走调查了 才知道惹事 要知道这种恶意造谣的行为 可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这种事情不能和解 更需要严惩 必须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 才能真正遏制住这种不良风气 如今的年轻人如此肆意妄为 在网络上不顾一切地捏造是非 满足自己的一时私欲 却不曾知道这种行为已经触及法律 甚至给自己未来都会造成污点 在引发风波后 打着粉丝旗号 很明显看得出来这位网友 来自于饭圈 很懂套路 想要逃避法律责任 真正的粉丝怎么可能干这种事 甚至网友都会说 估计后续还会放出自己有精神类疾病的诊断书之类的 希望乐华这次强硬起来 必须严惩 维权到底 才能压制住这种歪风邪气 这几年发生在王一博身上的事太多了 严重影响了他的形象 饭圈的整顿必须加大力度 歪风邪气必须打击 平台应该严格把控 法律必须出台相应政策 才能从根本上抵制住 对此 各位如何看呢 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